神穿白蹄牛仔褲 一人严雅倫一身轻便 抵达士林地检署付讯前 腔调会努力捍卫自己清白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 能力的配合这个司法的调查 有一些事情呢 我也会努力的捍卫我自己的清白 严雅倫讯后被认定设犯 儿哨性剥削防治条例 无私万元交保和限制出境 稍早还被媒体问到 有没有化妆 他还猛然回头笑了两声 日前他在网红要了指控 偷拍不哑影片 也让严雅倫成为 MeToo风破案以来 首位被检方分案调查的对象 外界质疑严雅倫涉及的案件 恐怕不止一起 情方初步征讯后 带回住处搜索 查扣手机 笔电等相关证物 检警将加强过滤查证 以厘清相关案情 跟我的这段过程当中 有不合一的性交 以及影片的拍摄跟外流 上个月要了指控严雅倫性侵 不哑影片遭外流 记者会现场严雅倫还带保镖乱入道歉 引发争议 如今被检警约谈 还有真房车接送 也被外界质疑 难道又耍特权 奉检察官指示 后续因为有相关的侦查作为 需要进行 我们都会使用真房车来做接送 严雅倫进来 可谓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广告代言纷纷撤下 交头烂额之际 又传出他才刚大手笔狠杂资金 买入内壶八千万豪宅 却因为卷入性骚丑闻 房产投资还惨被套牢 整起事件一进入司法程序 但风波恐怕还没这么快结束 这里新芬亚乔在台北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